孫悟空 金箍棒斬妖除魔 以西游记为背景的大陆3A游戏大作 黑神话悟空 耗时7年开发 一上线席卷全球 不到24小时 玩家就超过222万人次创纪录 销售突破450万份 总销售额超过68亿台币 一天就赚回本 大陆甚至有同行公司宣布 让员工放假 好好体验这款游戏 买游戏的钱公司出 难怪黑毛赤坑 面向尖碗可不好做 大雪纷飞下 细微的表情与手部动作写实 超精致的游戏画面 不管是雕梁画动的寺庙 还是围额山岭 几乎1比1还原石井 游戏总共36个取景地 山西就占了27个 吸引大批玩家朝圣 其中的禅宗寺院 西县小溪天井区因此爆红 20号卖出的门票 比去年同期暴增三倍 展现东方神话魅力与文化美学 也惊呆老外 迷到开始读西游记 连馆长开直播都玩到目瞪口呆 连完三个小时也赞不绝口 全球抢完黑神话悟空 对此大陆外交部回应 这款游戏反映出文化吸引力 现在游戏好评如潮 连员工也被疯狂挖脚 他们只好在简介打上 招聘勿扰不找工作 被问到烦了 记者王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